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正好是电脑普及的萌芽7 我是1996年拥有的第一台电脑 CPU是英特尔的奔腾100 以后有机会再和大家聊 这是我第一次帮别人装机 那次还住在了同学家里 是个男同学 晚上吃的是红烧兔肉 这是我第一次吃兔子肉 不太习惯只吃了一块 还记得当时这位同学选择的是 华硕的P3BF 响卡是TNT2 这套配置当时来说算是比较高档的 顺便买了张Quick3的光盘 等装完机器才发现 这游戏对配置要求太高了 高特效严重掉坠 后来我把这张Quick3的光盘 安装到我家里的电脑里 这是我的第二台电脑了 CPU是赛阳366 显卡是TNT一代 Quick3中低特效只能跑到30到50帧 我家附近还有很多有电脑的小伙伴 都是小学和中学的同学 他们也装了我带来的Quick3 但是他们的电脑配置参差不齐 有的只能玩最低特效 有的甚至最低特效都玩不好 他把游戏里的纹理 特效甚至墙上的那些弹痕都给关了 有的连弹药箱都给变成了字符模式 人物和建筑都变成了光秃秃的多边形 但是这样有个好处 那就是帧数上去了 他们说有几个地方需要高帧率才能跳上去 我属于画面打 超低特效玩起来没有投入感 即便是30帧 我也尽量不降低画质 我还记得有一个选项 是关于灯光的 好像叫动态光影 类似于现在的光锥 打开之后严重掉针 但是效果好一些 打开这个选项 我的电脑会掉到30帧以下 要知道30帧打QA3是很吃亏的 所以我的水平一直没练出来 估计和帧率有关 当时可以用QA3联网对战 我还和QA上的网友联机对战 我用的是ISDN联网 可能是网速的原因 我一局都没赢 估计是技术太差了 虽然技术差 但我还是很喜欢这款游戏 放暑假的时候 还和一群小伙伴 局网打QA3 当时好像CS还没火 好多人在玩星际争霸 后来我接触到了ATI显卡 第一代的Ridden 这块显卡 可以把QA3的特效拉到最高 而且帧率很高 当时在游戏里用放大功能观察各种枪的细节 还有精英剔透的血包 后来又接触到了GeForce 2的TTS显卡 QA3的高特效可以跑到120帧了 再往后由于工作的原因就不怎么玩游戏了 我换过几台电脑了 但硬盘里一直保留着QA3 偶尔想起来打一把 和我喜欢的另一款游戏一样 CPS100的J82 想起来怀怀旧玩一把 再后来干脆就不玩了 把游戏上传到百度网盘上 最近不知道想起什么来 又翻出来了 没想到在最新的Windows 10系统下 还可以正常运行 我的显示器是21比9的 分辨率是2560x1080 竟然可以手动修改游戏的配置文件 调整分辨率和视角 在这方面网上有很多分享 每种分辨率都有它对应的视角数据 照着填写就OK了 现在我这台电脑 玩这款20年前的老游戏绰绰有余 DTX1060显卡 只要伸出一根小手指头 就可以玩QA3的全高特效 而且是非常高的帧率 但由于画面撕裂 还是开启了垂直同步 变成了60帧 现在的分辨率和之前的不太一样 之前是1024x768 物品也有一些变形 但是原汁原味的那种神韵被保留下来了 键盘捆绑的武器键位需要熟悉 练习的几次修罗内观 还真找到点当年的感觉 可惜显示器只能到60刷新率 要不技术还能好一些 录屏的时候只能到30帧 要不技术发挥还能再好些 各位就将就着看吧 Quick1和Quick2我都玩过 个人不是很喜欢Quick2 Quick1是DOS的 玩过几次 不是很喜欢 有点DOM2的那种眩晕感 Quick4和DOM3也尝试过 简单的试玩了一下 不喜欢 关于Quick3的分享就到这里 下次见